最后截取的时间是要在这项比赛比完之前吗 就整场单项决赛 那是因为他要最后要最后确认这个成绩 要进行颁奖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后出场的巴西选手费南德斯 资格赛排名第三的 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比前面的韩国选手罗马尼亚选手完成的要好 一个是空中的姿态 一个是腾空的高度 虽然落地也没有站稳 你看他空中的 直体的姿态一直保持的很好 落地也基本在中线上 有了一小洞 这个直体就交代得非常清楚 是 它的宽的 宽的这个基本上没有角度 飞南德斯 19岁 北京奥运会 他是跳马第七名获得者 去年没有参加市井赛 今年就是在 07年斯图加特 跳马获得第五 他其实是位全能型的运动员 他还拿过市井赛全能铜牌 但这两年可能是因为身高体重的增长 所以呢有点状态的下滑 巴西动员的身体素质普遍是比较好 弹跳力非常强 很有希望拿奖牌的一位选手 第二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好 同工的高度落地的这个 也就仅仅一小跳 现在看一下他和瑞士的凯斯林 谁的分更高一些 当然他从难度要比凯斯林对位低一点 大概要低到个0点 低的还是蛮多的 0.67左右 那就有点够呛了 很难再上到那么高了 难度 因为难度就可以拉开很大的距离 他不像其他项目 像自由操啊 高低杠啊 不可能一下难度就差0.6的 但是跳马难度 少赚那么一圈 一下难度就拉开了 但他这个一分可能会要 会比较正一点 但是一分再高你也高不到 高不到0.6 对很难 他的真的是用一分追回来了 他用完球分追回来了 最后获得第三名 他的一分达到了 达到9.066 对 他虽然难度要比刚才排第三的凯斯林 要低到0.7 他用完成 以质量取胜 这也是一个的你要靠难度 在有质量的前提下的难度 才有价值 所以看来就是裁判对他这两个动作的 这个完成分都给的 就是都很满意 因为他刚才我们看他直体 做的是这次比赛当中 就是